歡迎回來新聞的現場 在過去的電影還有電視還沒發達的年代 皮影師是民間的五六幾日 在臺灣叫做皮膏戲 雙材國中也從皮影師帶到學生的確定當中 希望可以透過確定 讓學生了解到傳統的文化 現在科技是越來越發達 傳統的民間戲劇也漸漸的消息 雙材國中有著要讓學生更加了解傳統的文化 其中皮影師帶到學生的確定當中 希望可以讓學生更加了解 皮影師好玩的地方 會接觸皮影然後指導小朋友的皮影 第一個當然是自己對傳統民俗記憶的喜愛 第二個是覺得鄉下的小孩 往往屬於表現的那種強烈的驅使力 所以皮影師跟一般的續距不太一樣 他不用拋頭露面 在不憑後面小朋友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的天空 黃信吾老師接觸皮影師也有20年的時間 對傳統記憶有很大的興趣 也傳統的學生在很多比賽中 得到非常好的生意 剛開始會覺得很緊張 然後就除了會說話以外 好像其他什麼都不會 然後就是過程中也有發生很多事情 然後信吼還有其他的演員啦 其他的人然後一起在旁邊支持我 還有朋友的就是前輩嘛 的教導 所以就有慢慢進入佳境 然後到現在可以出去比賽 然後拿下全線第一 你也得到參加全國三的機會 老師對我的印象頗為深刻 所以他讓我當上社長 對當上這個社長這個工作 我覺得還蠻辛苦的 因為有些地方就是不懂 但是還是要請同學去協助我做這項工作 對雖然我還是會請教上一屆的社長 然後去詢問我我應該要怎麼做 才能達到最好的解決方法 在台灣皮影師界的傳統藝術 有很多消息 雙塞各地也希望可以透過皮影師的課典 讓學生了解皮影師的好勝地方 也讓更多年輕時代 將傳統民主寄的團勝下去 新中華新聞吳一軒 雙塞彩虹報道